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奇巧相比家第三代的老闆 陳佑珍還有老闆娘林婷珍來接受我的專訪 兩位好 你好 佑珍因為你是第三代吧 爺爺那一代他們當初怎麼會想要創業 起心動念是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在我爺爺那一代 其實我爺爺的家族都是以捕魚為主的 然後在爺爺小時候的時候都是被長輩叫去幫忙 放牧那些之類的 然後他國小畢業的時候 他的爸爸就問他要不要去學個遺跡之長 自己找個工作糊口然後養活自己 然後爺爺就到台中那邊去學做傳統的餅 然後像以前那種什麼烏龜粿啊什麼葛拉白那些什麼很多東西都學 傳統的粿 對對對 然後他就學一學之後就回到苗栗這邊 然後從小攤販開始慢慢做 然後後來成立自己的一家店 然後一直傳承到我爸 然後一直傳到我這一代這樣子 是 爺爺當初怎麼會想要取名叫奇巧相 就是因為我爺爺那時候準備要開一個店的時候 就是有在想說要取什麼名字 對 然後就是跟朋友跟客人在聊天的時候 然後就想說要取什麼名字 然後朋友就說 你們這個店 吉卡又特別 又香 不然你就講 叫他取一個叫吉卡香 奇巧香 對奇特 然後巧 然後小巧 然後又香 就剛好 吉卡香 就是名字就是這樣子來的 名聲就這樣子來 對對對 然後就奇巧香秉家 然後就是我們店最早的名字 就是從我爺爺那一代 一路一直傳下來傳到我們這樣子 是 好 那佑生因為 雖然說你們是接班不是自己創業 對 但是坦白說其實接班也有接班的困難跟挫折 對 那你們當初接班的時候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跟挫折呢 因為我是算比較突然接班的 因為我爸爸他是突然走掉 然後我那時候本來是在家裡只是在幫忙 就是在做家裡的工作 不是一個決策者 然後主要經營者決策都是爸爸那一邊 然後我們等於是有點突然就被推上位 你要去做所有決定要去處理整個店的所有的大大小小事情 對然後一開始真的是什麼都不會 然後有一段時間真的是做的也沒有很好做的亂七八糟的 然後真的是經過幾年時間慢慢的一直去學習 後來才比較穩定一點這樣子 對 所以剛開始困難就是突然間接班很多事情還沒有很熟悉 很多事情都還不太知道該怎麼弄 然後就突然要自己來全面接手 然後就突然要自己來全面接手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知道怎麼處理 對 那你有挫折的部分 挫折的部分 挫折的部分有啊 就 一開始我們是在火車站前面的店 然後後來 對還有經歷搬店 對然後後來有搬到別的地方去 就是再繼續去做 然後那時候萊克樹並沒有說很理想 理想然後每天餅啊 有時候都是一直收啊收收起來 然後那時候是真的還蠻挫折的 然後就想說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才能讓聲音越來越就是比較好 然後我們才會有去嘗試一些做一些 吸點類的 然後餅乾類的東西就是 不能一直都是完全維持在中式的方面 就可能連西式方面的 像蛋糕啊 然後檸檬塔啊 糖霜餅乾類的 然後喜餅類的 一些小餅乾我們都一直就是有 有在販售 然後發現好像回饋也都還蠻好的 對對對 對就是 就是要一直想想要怎麼樣 想辦法 對想辦法 就是去 創新就對了 對創新對對對 這就是我們遇到的一些小挫折 就是要想說要怎麼樣 想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所以你們有搬家 所以可能搬家也會造成老顧客找不到 是的 因為原本最早的那個店是爺爺 他們那時候傳下來的 那因為長輩他們那個一些財產分配的關係 我們沒有在原本那個店那邊 我們是搬到另外一個點 雖然兩個點沒有距離很遠 大概兩個路口而已 但是因為客人到舊點完全找不到我們 他們以為我們沒做了 可是其實我們有做 但是就是離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然後剛開始搬過去真的蠻多客人 甚至搬過去兩三年之後 還有遇到客人進來說 欸你們搬來這裡喔 他們不知道 兩個人才知道 對對對就是因為那些有些是返鄉的 他們已經沒有住在後龍 他們只是久久回來一次 然後突然某一次回來發現 欸原來我們在這裡 我們不是沒開了 我們只是搬家了 喔是 搬家也損失一些客員喔 對 損失一些老顧客 就是啊 有一些可能以前來過的 或者是一些返鄉的客人 他們找不到我們 就以為我們沒做 因為有些人不見得會去問 他經過看到 欸沒開他以為沒做了 喔是 對 那又在那這樣子 你們接班有沒有遇到到你們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呢 喔就疫情 喔疫情 對因為大概餐飲業都有遇到 對 因為前幾年那時候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真的是 我覺得是過年嘛 過年那時候疫情剛開始進來台灣 然後到五月的時候 整個爆發 然後五月爆發 母親節過後 我印象都是母親節過後 疫情整個爆發之後 哇突然變得客人突然皺檢 一下子每天開店 哇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沒有人進來 對 然後每天就哇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人 就這樣維持了快兩個月 然後那兩個月真的是 病年是一直收一直收 一直收 第一次 第一次遇到就是 整天不知道能做什麼 能做的東西非常少 就是偶爾做一些東西 補一下店裡 就是店裡 還是要讓他維持有東西 然後但是又不能補太多 沒有人 沒有人 對那時候真的變空城了 不要說大都市 連後龍都變空城了 對大家都不敢出門 出門啊 對大家都不敢出門消費 然後所有的人都躲在家裡 因為那時候疫情爆發 台灣人真的大家很怕 就沒有人敢出門 大概五月多一直到七月多 七八月才慢慢整個恢復 對那個那段時間真的是 第一次遇到那麼嚴重 對那影響了整個 對連完全沒人 連以前 我記得小時候那時候 遇到九二一都沒那麼嚴重 那真的是 對對對 好 那那個又生 那這樣子你們七角小米家 他的一個記憶理念 跟核心價值是什麼 我們的記憶理念就是 我希望就是可以一直持續的做下去 對做下去 然後讓客人買到就是更多的 我們就是好吃的商品 然後不錯的 就是我們也是一直在不停的創新 對的 然後也是一直想要做大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想要去傳承這個古早的口味 不要讓它消失 對 因為我們就像我們這種古早味的餅 如果消失的真的蠻可惜 因為我們的餅都是蠻有在地特色的一些 有一些不只是餅而已 它有在地的文化 有我們在地的一些情感在裡面 對對對 那又生剛好你們今天有帶一些餅 對不對 可以介紹一下你們七角小米家 你們家的餅的特色 我介紹一下像這邊 這個是地瓜餅跟芋頭餅 像地瓜餅這個是 雖然每個地方都有 但是地瓜餅是我們後龍人的月餅 我們後龍人還會把它叫月光餅 因為它看起來像月亮 然後它上面有戳一個洞一個洞 像月球表面這樣坑洞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 這個地瓜餅是我們後龍人的中秋餅 因為早期農業社會 其實大家那時候經濟沒那麼富裕 大家都吃不太起好的餅 然後地瓜算是比較容易取得的食材 然後我們就把它包到餅裡面 然後做成月餅 是 所以我們早期後龍人的月餅是地瓜餅 就是地瓜餅 對 然後芋頭餅也是算是比較早期 比較容易取得的那些根莖類的作物 然後也就相對也是做起來變成是 我們比較容易取得的餅類 那像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苗栗 因為苗栗大家都知道麻糬餅 對 苗栗麻糬餅也是蠻有名的 像我們苗栗麻糬餅有這種客家Q餅 客家Q餅裡面就是紅豆蛋黃跟麻糬 就是還有肉圖 這是蠻傳統的客家Q餅的口味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創新一個是南瓜Q餅 因為南瓜Q餅的南瓜是我們苗栗造橋在地 我們自己就有產南瓜 然後我們就想說融合在地的元素 然後把南瓜餅拿來做Q餅 南瓜餅加麻糬就是我們的南瓜小Q餅 我們南瓜小Q餅也融獲109年的百大伴手禮 這個是100年的我們 100年燈會的指定伴手禮 番薯餅跟芋頭餅是百年燈會的伴手禮 也是有各大的節目會有來幫我們就是 因為像之前有蠻多節目都有來採訪過 像尋找台灣感動力 然後用心看台灣 奉中奇緣 還有很久以前一個顛覆地球的一個節目 然後像最近這一兩年一個 請問今晚住誰家的節目有來採訪過我們 對然後再來就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肚脊餅 肚脊餅是我們苗栗的餡餅 是 對因為這個餅大概只有苗栗看得到 因為它的內餡是那個綠豆 然後它形狀有點像奶頭 早期也有被稱作是奶頭餅 這是早期客家人在那個給小朋友借奶嘴的時候 會給小朋友吃的一個餅 對對對然後這個餅現在這一兩年也是賣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一直有在網路上做行銷推廣 所以這兩年 肚脊餅的銷量真的是進步的非常多 對對對 這是你們苗栗仙的餡餅 苗栗仙餡餅 這節目以上也有採訪過 然後這是我們厚龍的特產 然後像麻吉餅類也是我們苗栗的 蠻有特色的餅類 對 它這個就是地瓜餅的那種手提的 它做的比較近 兩個包裝就對了 對兩個包裝 這個是比較輕便 比較輕便的 對 這樣子包裝 兩袋 比較小巧的 比較適合送禮 要這個比較 你要自己吃或者是簡單送禮也可以用這個 你如果想要說 我想一個大盒子送禮比較好看 看起來比較大半 就可以用這種有禮盒式的 所以你們禮盒上也是有經過巧思 對對有 有不一樣的那個形態的禮盒 可以讓客人去做選擇 對 那佑珍雖然說你們騎巧香檳家已經七八十年了 對 那未來有沒有一個比較短期的 跟未來中長期的規劃 短期的話 我們是希望在網路行銷這一塊把它做得更好 因為現在真的覺得 各個產業都脫離不開網路行銷這一塊 所以我們希望在網路行銷這一塊加強 然後讓它在網路的曝光度更高 讓更多人知道 我們苗栗有那麼棒 那麼好的餅家 然後有那麼特色的餅 可以去介紹給更多人知道 然後中長期的目標 我是希望因為我們傳承到我們這一代 也到八十幾年了 八十幾年是 對 我們1937年 從我爺爺1937年就創立到現在 差不多八十六年了 八十六還是 我忘記 八十幾年了 八十五六年 然後我們是希望能繼續傳承到百年餅價 對我們 因為我覺得如果能把它做到一個百年餅店的話 應該是蠻不錯的一個里程碑 對 忘記補充介紹 我們的餅類都是奶素可以吃 因為其實現在蠻多餅都還在用豬油製作 或者是有加蛋什麼 但是我們的餅基本上只要像這種沒有包 這個有包肉以外 這種沒有包肉的 我們基本上都是奶素可以吃 我們也沒有加蛋 因為現在考慮到蠻多素食的客人 所以我們 吃了蠻多的 對對對 我們蠻早就開始做奶素 所以要是你客人是吃素的 都其實可以吃我們的餅 對 所以算是你的特色 你們要考慮到吃客人 對對對 然後原物料也都是用得很好 就是無水奶油啊 然後 對 來去製作的 以前的 以前真的有一些都是 並沒有用那麼好的油 早期 最早以前 以前 那個 就是爺爺被他們那個時代 食材取得不易 就是比較辛苦的時代 他很多都用沙拉油加豬油在做而已 對 然後到現在都食材 越做越 越用越好 而且會考慮到健康的問題 對 所以越來越健康 對 那最後想起佑珍 你給 因為其實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 都很有熱情想要創業 對 那以你過來的能力 你會給他們什麼的建議呢 我們覺得如果真的要創業 尤其是在 如果像我們烘焙餐飲業的 真的要做很好的準備 因為這個行業要投入的成本非常多 對 像店面營運成本 然後你的食材 你的設備 那些都非常貴 所以真的不是 不是只想有想做就來做 因為我們也聽過非常多很優秀的職人 還是師傅來創業 但是都不見得每個都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這一行業不是只有熱情就能做得好 就是你事情準備真的要非常好 要想清楚每個步驟需要花到 真的要花很多錢 對 然後還有很大的熱忱你才能去做 對 不太容易 也不是說創業 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有熱忱 反正是要做好準備 然後接著下去 然後自然就會看到成果 對 然後真的要善用網路 我們做到現在也真的覺得 網路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在網路這一塊能做得好的話 真的蠻有機會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 對 然後我是覺得就是在工作之外 你就是也是要好好的去充實自己 對 要進步 然後這樣才你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後才有辦法就是看能做些什麼 像我們也是也是一直在想說要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然後讓店裡也是慢慢的要好起來這樣子 對 就是一直 也要一直進步 對沒錯 創業當老闆 就什麼都ok 要一直持續的繼續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奇巧香檳家的老闆陳佑珍 還有老闆娘林婷珍 兩位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兩位的分享 謝謝